到處的時候 我想這個大家都過了一個非常沉痛的清明年假 但是我們知道說這次的事件 50個破碎的家庭 其實讓我們都非常的痛心 而且非常難過 我們知道說台鐵的問題 冰凍三尺飛一日之寒 乘客已久 這大家都知道 其實誰來去推動 我們相信都有一定的難度 但是我們知道的都失鬆 但是不曉得鬆到這個程度 今天來看一下 光李毅翔的這個問題 包括說他不應該再禁止施工的時間 進入工作區來作業 前面也說到他不認識這個台鐵的相關的高層 但是第一時間通電技術調出來 他是打給這個花蓮區段的這個斷展 還有包括施工一年多 沒有單位來去要求工地的安全 面對鐵軌的一側竟然沒有做相關的護欄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 李逸祥身為營造公司負責人 卻違反營造法第28條監任工地主任 最誇張的是這個工程 今年4月26號到期 當然展延到5月 將近兩年的時間 代表業主的這個中眼專業顧問公司 跟建造的聯合大力工程 台鐵花蓮公路段 雙方居然沒有任何人去做發現 更不要說他在這個工地告示牌上面的電話 三個留的都是一樣 這就很明顯的是一個借牌的公司 這樣的承包商 前科累累 居然可以來去承包這麼重要的工程 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那現在目前運安會的調查 他的記錄器裡面的內容 到底能不能證明說 他現場確實有施工的情勢 包括他載了一卡車的輪胎過去 現場的怪手也都在現場 影片調出來之後 不只是他原本的相關的工程車 還有其他工程車 這個部分 現在到底的進度如何 實際的狀況是如何 到底有沒有違反他相關的規定 應該車子是有移動 而且有一些 涉及到類似施工的這個行為 如果我們設了護欄 你覺得這個護欄 能夠擋住這個工程車滑落嗎 應該是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記憶猶新啦 當時我們的蔡總統 要來大刀過斧的改革 聽起來現在格外諷刺 我們蔡政府在五年內 因為鐵路傷亡的總人數 比前兩任總統加起來還要多 等一下數據我可以給你看 台鐵的當時 提出了總體檢報告 144項的建議 到底改善了什麼 這個報告真的是 我只能說這是一個甩鍋報告 我這兩天花了很多時間 把它看完 可以說是行政院 自己的案子自己審 包括其實部長 你去年9月都有提出來 就是說 為什麼行政院當時都沒有核定 你自己交通部9月 自己先公告在上面 所以這部分我們覺得 行政院它是有責的 為什麼 144項裡面 除了原本在列館的35項 至少還有34項是要持續辦理 或是沒有完成的 而且根本不該被解除列館 我們細就來看 我們就看這個第78項 它這個是還在持續列館中 當時的目的 它就寫什麼 應規劃將目前 編播監測預警系統 連坐狀況 管理機制 資訊判讀 檢測頻率及可靠度 數據異常 因應措施等 建置一套適合台鐵環境相關的系統 整合檢明資訊 通知相關部門及人員 以例 採取有效的應變 且 確認優先提升為自動化的監測 之設備及路段 並保留擴充吃機制 其實報告上寫得很清楚 解方上面都有 可是已經兩年多了 為什麼沒有辦法執行 那我們具體來看 這個邊坡檢測的系統 根本就沒有去完成 更不要說你的護欄都沒有加 在78項 其實台鐵總體檢報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這個為什麼沒有做 好的政策大家都會提 可是落實 沒有辦法落實的時候 其實受傷的還是人民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其實在第31項 也是很扯 之前海瑞戰的事故 它這個部分 這一條是已經解列了 它的建議內容是什麼 強化現場人員整體安全儀式 建立管理階層及基層員工的安全責任 並要求人員 因正確操作工作紀律 及落實歸章 另請全面落實各站 專任或兼辦的 站務人員 請所的專業訓練 這部分也是很明確的海瑞戰事件 的瞭望人員 為瞭望而導致不幸的這個狀況 其實上面也都提得很清楚 而且這個部分居然是解除列管 更不要談到後面的29項 72項 118項 其實都跟建立相關的安全系統有關 可是這個報告裡面只談到說 要建立這個安全系統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去執行 那這個報告是假的嘛 基本上根本就沒有做啊 那行政院它說不用核定 直接責成各部會去做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這個報告到底對國人有什麼交代 有什麼可以預防 我這樣看不出來啊 解除列管並不是說不管 它就是一般的哪一個單位該執行 然後去落實 這個部分有一些已經 落實後面的管考 後面的政策執行 執行率 因為你對全民來講 你是說114項 你109項已經解列了啊 解列完了之後 人家就覺得 喔 好好像已經都 執行有一個進度 但是問題是事情還是發生的啊 實際上去看內容根本沒有執行啊 其實我覺得這個報告 基本上是形同虛設 而且行政院基本上就是甩鍋交通部啦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我具體建議這樣的報告 不應該自己的案子自己審 其實應該要有一個第三方的獨立機關 你要去找國外的相關工程的 專業的公司或單位 來去做第三方的複合也好 還是說在政府的體制上 透過怎麼樣獨立的機關 來去做第三方的認證 我覺得這樣才會比較能夠具體的去 落實執行 也會比較客觀 而不是說自己發生的案件 行政院自己來去 要求交通部提出報告 報告之後行政院自己審 但是又沒有審又沒有核定 直接又折成各部會去處理 我覺得這樣子的態度 不是國人能接受的 現在發生問題了我們回來檢討 一定是我們的 其實檢討都檢討不完 相關的規範 預防最重要 每個解放都告訴了大家 可是就是沒做 沒做才會出現今天的這個狀況 我們希望說要 制定這相關的系統 並有效的來去遵守 那邊坡要全面建置 邊坡全自動的監告的警示系統 我們這也調出來了 現在目前還有九處的這個邊坡的工程 其實應該要全面的去提升 然後交通部應該兩年內 全面比照高鐵 增設防止侵入這個防護網於天災 天然災害的這個警告系統 然後也要重新檢視施工安全的管理作業 在還沒有達到一個狀況的時候 要全面暫停停工 並清查台鐵沿線的工程 對有可能侵入的地點 做仔細的調查 並在防護作為沒有達到標準前 不准復工 這是我提出的具體要求 最後要請教部長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知道部長你已經提出了辭城 我想這個你會負起你的政治責任 在你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希望這個問題 你可以很誠懇的回答 就是說台鐵現在 如果要民營化 要公司化的話 到底現在是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你具體上 你支不支持台鐵民營化 公司化的這個概念 那目前碰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你的建議 還有如果下一任的部長 來接任的話 你對他有什麼期許 我在擔任部長之後 也曾經去開始 研提啊 就是改革的方案 包括現在媒體 不管過去啦 不過今天報導的 有關於公司化的配套 那當然這也涉及到 跟台鐵的員工 還有工會溝通 跟政府各單位溝通 也是跟國會 社會大眾來溝通 所以最重要是不是行政院 跟總統的態度 就是我們要全力支持 大家同意的改革方案 這是不是要 總統跟行政院長 把態度拿出來 才有辦法大刀闊斧的去改革 你同意這句話嗎 同意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小牛做事小牛當 但請大家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